收看大寶法王慈悲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我们讲解完了八个部分当中的第四个因缘 但是第五个问的部分只是讲到了开头的部分 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经文里面 那问题呢就是下面的这段经文 若善男子欲修行 圣身般若波罗蜜多者 父当云和修学 这就是这个问题 设立子问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问题 当然呢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 还没有 没有办法讲全部了 就是只能讲到这个 就是善若善男子欲修行 然后呢身生生不过情 然后呢身生不落命都已经说完了 所以就不用再说 但是就是善男子欲修行 那后面的这个 父当云和修行 这个今天就讲不完 第五个问 里面第一句话就是 若善男子 善男子呢 在一些经典当中呢 翻译为种姓子 根据这个 挚有阿舍里的说法 因为这些菩萨是 经由这个 大乘经教而生 成为了如来的孩子 所以成为善男子 跟善女人 而这个狮子贤论师的这个 他的一个 庄眼光明论 这是一部对于这个 波瑞巴仙素的一个注解 当中呢就是 这当中提到啊 种姓是什么呢 他说种姓啊 代表能够圆满 修持正法的一种潜力 种姓的意思就是 种姓代表什么呢 种姓代表这个 这个人啊 他能够可以 圆满的修持正法的 一种潜力 另外呢我们就是 因为在印度呢 就是古时候呢 印度很强调啊 种姓制度啊 现在也蛮强调的啊 所以他们呢 彼此之间会 互相称 尊称啊 善男子或者 尊贵的 尊贵子 贵人这种称呼 同样的 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 这是一种尊称 或者这种礼仪吧 应该是古代的一种 古时候的 印度的一种礼仪 所以呢 同样的在 这部的经典当中呢 也会恭敬地 将这些眷属众民 种了这个 尊称为善男子 另外呢 这个 嗯 阿底侠尊者的这个 心经的注解当中呢 他认为这个善男子 就是以 觉悟为目标 而努力地修行人 就是这个善男子 指的就是那个 修行人 所以接下来的 这个经文呢 圣生 波瑞 波罗 蜜多 就是 这些善男子们的目标 而这个 欲修行 这个句子 则是为了这个 目标 而努力 发心的意思 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 总之呢 这个善男子 是指这个 尚未进入 大乘 大乘 岛上 但对这个 大乘 有恭敬 并且 想要这个 广大 广大的利益众生 的大乘 有缘众生 他们呢 就希望能够 修持 甚深的修行 也就是说 他们为了 深深的菩提 发起了 菩提心 然后呢 大部分的注解呢 都认为呢 这里的这个善男子 也就是这个 种子子 有人会放 种姓 对对对 种姓子 这个种姓子呢 它指的就是 他们 出生在 佛陀的种姓 或者 大乘的种姓 所以下面呢 我们对这个 种姓啊 做个解释 什么叫做 这个种姓啊 种姓 所谓的种姓啊 有 嗯 有 因 戒 自信 等等 多种意思 而这个大乘 和小乘的种姓呢 是指弟子们 会这个 基于各自的 潜力和智慧 对于 特定的法教 生起信心 比如 比如说 对这个大乘 小乘 等等法教 怀有信心 啊 这样的人 啊 就会被称为 大乘 种姓 或者小乘 种姓 然而 这个大乘 和这个小乘 中的这个 不同的宗派啊 对这个种姓的定义 都有 许多不同的看法 这个声文呢 声文乘会谈到 所谓的 四种 四性 四性 圣贤 四性 圣贤 这就是 可以算是这个 这个 声文乘里面 所提到的 这个种姓 他们分为 四性 圣贤 而在这个大乘当中呢 中观和为是 对于这个种姓 也是 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我觉得这个 为是 中观 他们有什么 不同看法 我觉得今天说下去 可能 我也可能听 可能 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能力说 你们也可能 可能听得懂吧 应该是 那无论如何呢 这个 为是派呢 主张 种姓啊 可以分为两种 叫做这个 本性 助种姓 和这个 习所成种姓 在白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也可以说是 这个叫做 先天的种姓 一个是 就是先天的种姓 一个是 后天的种姓 当然这个 对于这个 叫什么 所谓的这个 先天的种姓 和这个 后天的种姓 他们的定义啊 中种 我觉得这个 就很难说了 我觉得先 不用说了 就这个 种姓的部分呢 就是 讲到这里啊 再来是 我们刚刚 说到的这个 欲修行 的欲 欲这个字呢 就是 他的意思是 有希望 或者渴望 或者想要的意思 然后呢 欲和我们 平常所说的 这个欲望 是不一样的 这个欲望和欲 是两种不同的 内心情绪 或者说是状态 两种不同的状态 这个 从佛教的 专有名词来看的话 对于这个 欲望啊 比较准确的 名称是 贪爱 根据这个 维世学派和这个 阿比达姆著作的 主张来说的话 欲和贪爱的定义 就是欲和贪爱的定义 也是不同的 欲的定义是这个 渴求事物 也就是想要的意思 而这个贪爱的定义 则是 深切地执着 世间的事物 并因此而 引生出各种的痛苦 各种的烦恼 但是呢 那我们呢 就是常常 就是分不清楚 想要跟这个贪爱 他们两者的差别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 觉得这个想要 有时候可能就混在一起 这个贪爱跟想要混在一起 所以呢 就是除了上面 提到这个定义的不同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欲和贪爱之间呢 还有几个很关键的差异 首先呢 我们就是本质上来说 看到话呢 欲只是一种单纯的想要 但是呢 这个贪爱则是一种深度的执着 一种无法轻易放弃的执着 所以呢 这里我们常常会 用这个缠宝宝 这个兔丝 而作件字符来比喻嘛 它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说 无法 就是 容易 轻易地放弃 无法就是轻易地离开 有这种的意思 这个欲的对象 也就是这个渴求的对象 是比较就是 开阔的 并不是局限在一般的世俗事物 或者是佛法 但是呢 这个贪爱呢 通常呢 就是只局限于世俗的事物上 所以呢 我们会说 这个 渴求佛法的念头 那是一种欲 但它不是贪爱 因为贪爱的对境呢 是一定 只能是这个世间的事物 无论是这个贪爱 外在的这种种种享乐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贪爱 这些都是这种 属于世间的 这些欲望就是贪爱 但仅仅是想要这个佛法 不会成爱 成为这个贪爱 所以这个 有一些差别 再来是我们这个欲求和贪爱的这个差别 它们的差别就是贪爱的欲望 贪爱的欲望一定是带来着痛苦的结果 因为它是属于烦恋 因为它是属于烦恼 但是呢 这个欲求 却不一定会带来痛 比如说 比如说 然后其实是很大的 简单来说的话呢 这个欲求是比较中性的 它可善 可恶 但是呢 这个贪爱呢 一定是属于烦恼 所以呢 这个欲求是比较单纯 贪爱是比较复杂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 渴望这个 佛法的时候不能太复杂 想到不能太复杂 再来是修行 这里的这个经文呢 接着说到啊 修行 圣身波罗密多者 这句话当中呢 就出现了 修行两个字 我想这应该是 佛教徒们经常可以 挂在嘴边的一个用词 应该是说 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用词 但是呢 到底什么才是修行呢 可能我们也 有时候也很难 掌握 到底什么才是修行 有些人会呢 从字面上会去做这个解释 说这个修行是什么呢 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或者还有的人呢 就是以为修行是一种 某一种灵修的 灵修的方法 可以跟什么神啊 什么鬼啊 什么菩萨啊 什么可以沟通的一种方式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就是 不同的就是 对于这个修行的看法 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 我这边呢 就是这个修行呢 其实应该 应该要 阻开 分开成这个 分开成这个修行 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修跟行 两个部分来结束 所以藏文里面 先说到是行 因为藏文里面 说到这个 因为藏文里面 绝八的意思就是行 绝八的意思就是修 所以 是按照藏文还是按照中文 没事没事 所以首先呢 这个 按照藏文的这个心经来说的话 这个应该是行在前面 修在后面 是不是 是这样 当然这个 这个藏文的语法 跟中文的语法不一样 用这个中文的语法来说 这个藏文的话 那就可能 这就 听不懂 就变成 吃饭变成 饭吃 就有点像这样子 动词 就是在前面 然后呢 先说这个吧 行 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行 或者藏文里面说 绝八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以波磊的智慧 去证悟深深的空性 所以大乘的这个经论 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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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国 三者是 密不可分 密不可分的 根 所谓的根指的是什么呢 根指的就是理论基础 道指的就是认知这个基础的智慧 而最后的国 而最后的国呢 则是有这样的智慧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呢 这部新经 这部新经阐述的核心思想 就是空性 也就是这部经典的根 但我们呢 如果看经文 会发现啊 舍利子问的问题 并不是 直接问说 观自在菩萨 请问什么是空性 那没有这样问 而是问说 这个 一个想要修行波磊波罗密多的人 应该要如何修行 也就是说 他问的 问题是从道 也就是智慧来问 而不是从根 也就是这个 波磊的理论思想来问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舍利子 不直接 问什么是空性 很多人 大家知道很多人过来 问我很多问题 一堆问题 他们的问题就是 很多问题是很直接了当 他说 心性是什么 你只只只只只只只心性 马上 就说 心性是什么 那么没有说要如何去正德 什么 如何去修行 正物 心性 不是这样的 他说 马上给我看 那个心性 有点像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没有修行的时间 马上给我看 这个 食物 所以呢 为什么他就不直接问 什么是空性 而是问到 该如何修行 这个有几个原因 这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这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大乘的思想 也就是根 和这个大乘的道 也就是这个修行方式 是密切 相连接的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只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重点 就是身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呢 我们所要修行的就是大乘的理论 用佛学的这个 术语来说 我们要 我们要用大乘的道 去体悟大乘的根 总之呢 这个就是 他意思就是说 理论和修行是不能 被拆开的 我们很多 很多时候就会觉得 理论是理论 这个修行是修行 好像他们俩之间 就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把这个理论 佛法的理论 当成是一种思想 只是一种 纯粹是一种思想 跟观念 这里说 思想本 就是了解这个 思想的这个智慧 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因此呢 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 什么是大乘的修行呢 白话来说 其实我说的很白了 就是要体会啊 就是去体会 通达大乘的这个空性思想 也就是大乘的修行 所以呢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就是段落当中呢 我们就是 舍利子啊 请问 观自在菩萨 大乘的修行方式是什么 舍利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啊 开写大乘的智慧 而观自在菩萨呢 就接下来的回答 就是从空性本身的状态 来做解释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开闲大乘智慧的方式 就是 要去彻底的了解空性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 哎 我要开智慧 开智慧啊 我就很笨啊 所以就你帮我开智慧 那我要怎么 我也没办法动手术啊 他们以为这个开智慧 就像动手术一样啊 里面就放一个 叫什么 这个卡 记忆卡放在里面 晶片放在里面 然后你就变得很厉害 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 我们就开展这个 智慧的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见解 我觉得是 你有一个正确的见解 我觉得你会慢慢 会开展你的智慧 如果你没有这个 正确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见解 或者这样的一个 见地的话呢 你可能是没有办法 开展智慧 不是我们不能把世间上的这样的一种聪明 才智 我们不能称它为智慧 聪明才智 不能称它为智慧 真正的智慧 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智慧呢 你有这个正确的这样见解 才能可以得到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这个舍利子是从智慧的角度来提问 而观自在菩萨呢 它是从深深空性的 深深空性的角度来回答 所以这两个是 这两者是 对境 跟这个心事的关系 就像是有点像是这个 柱子跟看到这个柱子的掩饰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那天就是 记得这个第一堂这个 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提到这个波瑞 然后那时候谈到波瑞有很多种 其中的这个道波瑞 就是指舍利子所提问的这个智慧 而自信波瑞则是这个 观自在菩萨所解释的 深深空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所说的 为什么不直接问着空性 而是问如何修行呢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作为一个释迦如来的 释迦弗的一个弟子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过多的理论 而是这些理论要怎么拿来用 有时候你太关注理论 你的脑子会坏掉 就觉得好像都慢慢慢慢就你的跟你的心跟这个法就越来越 越来越远 脑子都就是好像是 都是一堆问题 脑子里面就产生 就是里面会产生一堆问题 所以一定要把理论拿来实用 不是理论放在脑子里面 是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实用 这样才能可以就是解除你的疑惑 所以这个解除疑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去实用 把它就是拿来用 把它实用 才能可以解除疑惑 所以呢 设例子才是问 要怎么修行 而不是问空性是什么 理论和思想是帮助我们调整自心的一个技巧 一个方便而已 关键的是自心有没有得到调整 如果看了很多的经论呢 自心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或者改善或者进步 那真的是太可惜 太可悲 还在哭不出来呢 可能太累了就没有力气哭了 月称菩萨呢 这个月中 入中论当中说 世俗地是方便 顺义地是方便生 就是指呢 这个理论与思想不过是一个技巧啊 让我们产生 究竟智慧的技巧而已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是根据这个弥勒菩萨 对这个波人系经典的解释 弥勒菩萨呢 在他这个最受藏传佛教重视的著作 现光庄业议论里面 是藏传佛教比较重视的最重视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五步什么 五步大论里面的其中一个 叫做现光庄业论 里面呢 主张 菩萨系的经典 表面上 虽然是在解释 各式各样的空性 什么十六空性啊 什么十八空性啊 什么的 很多很多空性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经典中暗示了种种观察空性的智慧 这称为 显阳空性 密宣 现观 这个波人系统有很 就是经典有很多种啊 大家都那天就说了 以印度来看的话呢 就最长的有三百多万次的这个波人 十万颂 还有这个波人 两千五百颂 两万五千颂 还有一万八千颂 还有八千颂等等 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典啊 而在这个中国来看的话呢 就是最长 最完整的波人 是由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这个六百平 波人 里面呢就是涵盖了十万颂 两万八五千颂等等 这些波人的经典 无论呢就是尽管这些这个整个这个庞大的这个 波人系统呢 波人系统呢就每一步经典都有 显阳空性啊 密宣 现观的 意思在里面 但是呢这个现观的整个次第 是从这个凡夫道 成佛之间的所有过程 总共有八个大纲 总共有八个大纲 十七个条木 十十个条木 一千两百多个细节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完整的这个 现观次第啊 所以呢 只是这个 只是在天赋比较庞大的这个 玻璃经 包括十万颂或者两万五千颂或者一万八千颂里面 才是完整的就是 陈述道 然后呢在 什么金刚经啊 心经啊 这里面呢就是 是比较 短的 一个比较短的这些 玻璃经 玻璃的经里面呢 尽管是 暗示了修行空性的智慧啊 也就是这个玻璃的道理 但是没有细节 介绍整个完整的次第 或者是成佛的蓝图 有这么一个差异 所以呢在 这些是对行的 行的这个字的一个 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啊 总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行这个意思 是要调整 锻炼我们的内心 要怎么调整呢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怎么调整呢 那我们必须了解空性的思想啊 但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理论和思想上面 必须得对自己 自信要产生影响才行 所以呢就修行就是 要调整 要调整锻炼自己的心 用什么方法去调整锻炼自己的心呢 可以说是了解空性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去调整 或者锻炼自己的心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会 一讲到这些空性啊 会觉得它是一种理论 或者它是一种思想 所以呢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只是一种思想跟理论 必须得把它成为一个 我们的这个 成为一个生活吧 应该是说一种生活 在这边我想到一个事情 应该是说这个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呢 就是有 当然就是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了 算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菩萨的这行 有四种 这四种是呢 哪四种呢 是第一个是为了 前进大乘者 的小乘者而修 顺菩提分行 它的这个第一个行 叫做顺菩提分行 再来第二个是 为了前进大乘者而修 六波罗密系 第三呢 是为了这个 令二乘 人 升起信心的神力行 就是神通的力量 神通的心 神力行 第四呢 是调服 二众 众生的 成熟 众生 行 所以呢 然而这 这一切 都不能算是 这个 波罗密多行 因为他们是 令修行者 能够正悟 波罗密多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无论如何呢 就是菩萨有 具有四个 有 就是四种行 就刚才所说的 为了小乘的这个 修行者 我们也要具备 一个叫做顺菩提的 顺菩提分行 为了能够就是 叫什么 为了大乘的修行者呢 我们要修这个 六波罗密系 然后再来说 为了这个 二乘就是说 小乘跟大乘的人 深起信心呢 为了这个呢 我们要有这个 神力性 神力就需要 有具备神通了 但是神通就 是真正的神通 不是那种 珠模作样的 那种神通 当然就是 神通的意思就是这里 如果你没有禅定 所谓 今天早上说的 禅定 禅定 那就你可能 没有办法具备神通 所以那些人 据说自己有神通的人 先看看他们 有没有禅定 要定力 有没有定力 如果没有定力的话 那就可能是胡说八道 或者鬼神加持的 这个话 这个话就有点狠了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三个菩萨的 这个三种形呢 是在这个 弥勒菩萨 这个四种 这个 形 形的 弥勒菩萨 他在这个 大乘庄严论里面 所提到 就是说 就是说 诸度 诸觉分 诸通 及诸舍 为大 亦为小 聚入 亦聚成 这个就有点狠了 所以呢 反正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说 菩萨应该具备 这四种形 但是呢 我们初学的一个 初学者 初学这个 菩萨道的人来说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马上就具备 这些 这四个 形齿 所以初学者呢 就容易实践的 分裂来说 来看的话呢 就是 四形可以分为十法形 这个所以呢 根据波瑞经的说法 是 佛告阿难言 受识 慈修 修都罗 有十种法 何等为识 一者 书写 二者 供养 三者 流通 流传 四者 地听 五者 自读 六者 意识 七者 广说 八者 口诵 九者 思维 十者 修行 阿难 此十种法 能 受持 此 修多罗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初学者 应该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十法 行 十 刑法 里面的 第一个就是 书写 书写这个 这个 波罗 波罗 蜜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实践 把他就 今天就把它开始做 当然这个书写呢是就是 大家是随意啊 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要参加 要看大家自己的这个 情况而决定 再来就是我们已经 谈到了这个 行的部分 再来就是修的部分 这个修的意思是什么呢 修的意思是精进 如理地去做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昨天我们也说到 佛教的法门有很多种 但是呢 这么多的法门呢 摆在那边 如果我们不精进地去做 那也没什么用 什么波罗也八千送啊 波罗也一万送啊 什么那些 什么十万啊 什么一万啊 那些都没啥用 都变成一种数字 就像呢 改当派善知识们所说 一切的法 都是今天要修的法 如果没有这种机会 就在现在啊 现在就能创造未来 这样的一种想法啊 不去努力啊 理解大书的思想 那么呢 就是佛法在有效 对我们自己来说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样 这样就可以知道啊 根据这新经的解释来看的话呢 修行一个词 这一个词啊 是告诉我们 要精进地去认识空性 所以呢 我们来到这次 我们来到这里啊 学习心经 心经啊 听闻这个心经的讲课 虽然 我讲得不好 但是呢 而且大家也比较辛苦啊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进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什么呢 就是我们回去之后 要继续努力 然后呢 更努力地 更加认识空性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在修行心经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心经 不然的话呢 这就 就会浪费很多的这个时间 跟金钱 也不太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把 讲解完了这个 这个修行的这部分 都已经讲解完了 然后再来就是 圣 圣下来的是 圣身波罗密多者 妇当云和修学 接下来的这个 这个宋文呢 是 圣身波罗密多者 圣身波罗密多者 这部分呢 就之前 已经早上 已经 讲过了 所以就不用 但 都说了 至于呢 这个 负当 云和修学 这个部分呢 可能 留在明天再复 因为这个 负当 云和修学 这可以讲的话 就 就可以讲得 很复杂 或者怎么样 当然呢 这次呢 就是 心经的这个课程 就是那天 我 第一天 跟大家所说的 就是 大家已经讲过了 这个 可能算是 第一次讲 佛经 我此生 第一次讲佛经 也是第一次用中文 讲佛经 也是第一次用中文讲佛经的 我觉得这个 可能有些因缘吧 应该是说是 因为是第一次讲佛经 也是用中文来讲 这可能有很深 很深的因缘啊 当然这就是 因缘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因缘呢 我也不太 知道啊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是因为是用中文讲的 所以 要 必须要准备 讲法的内容 准备不 不容易啊 我们这个 因为准备不容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上面有四大高手 四个大高手 他们 这四个人都在努力啊 加上我这个 愚钝的人 就加上我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五个人啊 四大高手跟一个 就是 小混混 然后就加起来 就是 愚笨 反正就加起来也 就是有点 就是 抵挡不住啊 就有点像是 有点就是 撑不住啊 因为比如说 昨天晚上就三点半才睡觉 所以呢 就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 我自己认为是也很有 这个 觉得很有福气啊 有这么一个机遇 跟大家这个分享 深深波罗蜜 我觉得很有 自己 可能就是很有福气 所以呢 呃 再次呢就是 感恩大家 给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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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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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是佛煩的 經典頂頭有說還是沒說 這就很值得討論 所以我們要唱這首《記者》的時候 我們要內心全都說 因為世尊大悲的緣故 因為世尊大悲的緣故 我現在可以在末法之中受佛陀的戒法 收著佛陀的改善 你就能夠繼續改善 獨中的香煙鳥鳥 燈竹微微閃爍 展展奔明成功諸佛 仿佛菩薩熱情地燃燒自己 利益他人 法會中 由佔山法師慈悲煮法 帶領戒子們精進地修持詩詩儀軌 運享廣世飲食 雨下清涼甘露 賜將種種靈丹妙藥 立了無邊幽明眾生 在進行食供樣之後 更在消災坦承與操建坦承前做大迴向 法會下午 禮請湛山法師 湛江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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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領眾 念佛共修法會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是佛言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都念阿彌陀佛 無量寿金雲 阿彌陀佛是光宗極尊佛中之王 念阿彌陀佛就成阿彌陀佛 本師釋迦牟尼佛也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這是偶役大師在佛說阿彌陀金要解所說的 法會圓滿 與會大眾祈願將當天持戒 點燈與下世幽冥等種種功德 回向大地祥和 國際無爭 祈願人們都能此心向善 早晨阿妙多羅三秒三菩提 神明電視高雄採訪報導 由善阿彌陀佛 傳統集團 神明電視高雄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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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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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